认为文法只能靠死被印记的朋友,本书将颠覆这个概念,相较于条列式的文法整理,其内容深入文法核心来探讨每个观念的缘由,一方面协助了解文法背后的意义, 也藉由列举大量范例,让读者更能熟悉各个文法的应用方式,而且除了文法的解析扎实清楚,书中还附上许多可爱的插图来帮助记忆,且重点处标上黄色荧光记号,因此准备考试时便能瞬间抓到重点,减少查找的时间,如此显且易懂的内容加上仔细的文法介绍,非常适合给零基础的读者使用。 比起者重于,在书中塞入大量的资料,本书主打轻松简单学习,且作者认为只要多听就能有效率吸收知识。 而为了达到这个成效,附录的MP三彩特别的三段式录制方式,就算书不在手边,详细的中英音档也能帮助在脑袋里构筑文字的想象,任何时候都能快乐学英文文法。 且虽然本书的最大特色为音档,文字介绍可是也十分详细,既整理出考试中经常出现的文法,亦使用了大量表格和条例式记载方法来让文法重点更加突出。 更额外附上大量的常用单字和片语等,以其作为准备考试的教材或是纯粹熟悉英文都非常合适。 本书集结了所有英文文法,不仅涵盖基础的词性解说,连高阶文法的使用方式都应有尽有。 不论是毕业已久的学生,还是出入社会的新线人,都能透过书中详尽的图解来帮助自己增强英文能力。 而有别于其他文法书中使用的例句之间,多较无关联性,作者特别挑选押韵的单字成句,读起来别句新鲜感也更能加深印象。 另外,本书还附上动词变化,英美与对照等额外资讯,一目了然的所以更能作为文法字典使用,读者再也不用耗费时间在茫茫字海中查找。 有心学习英文文法,却挤不出时间的朋友,不用再烦恼了。 本书主打使用零碎时间学习英文,只要短短的五分钟就能获取文法知识,即便是通勤或是睡前都可成为绝佳的学习时机。 而且有别于单纯讲解,本书改以绘画为主,从中延伸出每个单元的重要文法,语单字等,实用性强,而可以运用在学校或职场中。 类似于杂志形态的本书,阅读起来更几乎没有压力,附赠的点读笔也改善需要使用电脑,才能听取CD的不便,且是由美籍老师录音而成,故同样适合用于练习听力和口说,可谓一举数得呢。 相信不少具备一定文法程度的朋友,会以挑战多亿来测试自己的实力,这时由网络知名讲师编写的本书会是值得考虑的选择。 其主打短时间学习达到高效果,不只是详细记载重点文法,也提供许多诀窍让考生在面对冗长句子时能临危不乱,轻松拆解句子结构以获取更多时间梳理其他题目。 读书一格的复习法,还让学习者在墨迹新单字的同时一并复习旧知识,不知不觉兼累积更庞大的单字量。 加上多亿中的常见情境也以可爱的插图说明,想必能协助考生掌握关键进而获取好成绩。 希望来场英文文法总复习不如参考看看这本,其由教学顾问团队编写,善用图解并配合循序渐进的课程安排。 从零基础的英文菜鸟到目标为多亿满分的考生,都能将词性与句型运用的精华一手掌握。 作者们也灵活运用表格和图像记忆法,及此引导出读者的学习热情,也对加强印象起到很大的帮助。 另外,简单易懂的解析更彻底将繁杂的文法变得能够轻松理解,且配上如星象盘一般,绝无仅有的片语动词转盘,学习过程也可以快乐又有趣。 即由题目来检验自身程度并学习文法,可说是一个不会错的方法,为此推荐这本网罗一千个各大考试中常见题目的参考书。 才左边题目,右边解答的方式编写,可以舍去不断往后翻看的麻烦步骤,以直接做比对来提升学习效率。 且虽然是以文法为主,依旧附上了,虽低音档,因此准备文法的同时也能拉高听力程度,更搭配解题技巧和额外提醒等等独门秘技,帮助轻松考取好成绩。 而虽然本书较为厚重,比较不适合外出携带,不过其实只要好好利用音档也能随时学习。 本书网罗国中课程出现的所有文法,总共分为16个主题,从最简单的词性介绍慢慢延伸到各类子句的概念,最后再搭配每个单元结尾的练习题, 相信不管是准备面对国中会考的考生,还是目标挑战英俭初级都能获取好成绩。 加上书中的排版清晰,一眼就能了解每课的重点,对乌提升学习效率相当有帮助。 唯独要注意的是,其主要是为国中生所设计,如果已经有一定英文基础,内容可能会稍嫌不足,但是当做基础复习的题库仍是不错的选择。 想要重新学习基础文法,这本书将成为读者的最佳拍档。 设计在七天内阅读完毕,每天都带来新单元复习国中常见的文法如磁性、时态变化等等,以打好英文的基础。 内容呈现方式还是以漫画为主,运用大量生动图示勾起读者的好奇心,进而无排斥地进入文法的世界。 而除了漫画之外,书中更附上重点整理和练习题协助进行有系统的学习,也能检测自己的学习成果。 只是由于内容以初阶文法为主而偏少,还需搭配其他书籍作为辅助,不过页数较少的优点,也使其十分方便携带哦。 无论是刚接触英文文法或是将目标放在考试上,这本书中都有读者需要的资讯。 不仅使用图示帮助理解文法,独有的文法术状图,也能帮助在复习时瞬间抓住重点,节省多余的查找时间。 此外,本书还善用颜色来区分重点,一清二楚地标示出变化处和片语等等,让读者的记忆更为深刻,轻薄地模拟试题更方便随时随地轻松练习题目,毫不受地点限制。 但是题形里头部分例句并没有附上中文,可能要多花些心思寻找单字,不过这过程想必也有助全方位的学习。 你认为这份名单有意义吗?给我们留言吧! 您可以在视频说明中找到产品链接,记得点赞和订阅频道以了解最新评论。